Harris Barclay 第67届美国导演工会奖 星期六晚上在罗杉矶揭晓 最受重视的电影导演奖入围者 分别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维斯·安德森 他第一次入围 美国狙击手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他曾两度得奖 鸟人的亚历山德罗·伊纳里图 他曾获得电影导演提名一次 《少年时光》的理查德·林克莱特 也是入围的新面孔 以及模仿游戏的莫腾·泰杜姆 第一次入围 林克莱特被视为领袍者之一 他在红地毯上低调地表示 他说 我从来不相信领袍 我们只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制片 没有多少经费 领袍者的说法很抽象 像无稽之谈 在竞争过程越战越勇的 《鸟人》再度告诫 导演伊纳里图在后台表示 一窝蜂地拍商业电影 是电影的危机 但他指出 他说 今年入围的许多电影 发出的是个人化的声音 这是希望 可以让一些导演 发出自己的声音 《鸟人》已经拿下 制片人协会和演员工会的大奖 过去66年 导演工会的最佳导演 将近十分之九 后来都成为金像奖的最佳导演 好莱坞缺乏多元化的现象 在今年再度引发争议 奥斯卡的导演和演员入围名单 没有少数族裔 导演工会提名的电影导演 也都是男性 批评者认为 非洲裔女导演杜弗内 描写黑人民权运动的 塞尔玛从缺 是一大憾事 工会会长帕里斯·巴克莱表示 他说 我相信工会成员 考虑的是电影 而不是种族 他们选出的是他们看过的电影中 最好的舞步 很遗憾的是 像塞尔玛 他们没有寄送DVD 给工会成员 可能因此对该片带来不利的影响 尽管女导演 没有打入电影导演入围名单 他们在其他奖项却大有斩获 吉尔索洛维 以《变性家长》 赢得电视喜剧系列奖 他表示 他说 我三星期前才拿到会员证 感谢导演工会和这份见面礼 电视剧情片导演奖得主 国土安全的 莱斯利·格拉特表示 他说 今天晚上女士很棒 当我们有机会上场打击 我们表现出色 有片可拍的女导演 必须拉拔下一代 此外 奥利福·基特里奇系列的导演 丽莎·乔拉登可 在电视影片和迷女影集项目 胜出 纪录片 公民寺的劳拉·波伊特拉斯 则击败了男性对手拖延而出 导演工会奖是由 一万六千名成员选出 获提名者都有一份入围奖盘 模仿游戏的英国导演 莫腾·泰杜姆 男演兴奋之情 他说 我永远记得他们打电话通知我 说我被停了 我心花怒放 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美国片 详情之下 美国狙击手的导演 伊斯特伍德是工会的常客 该片男主角布拉德里·库珀 在台上模仿伊斯特伍德导戏的一幕 是三个多小时的颁奖典礼的亮点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上台接受入围奖盘时 获得全场起立鼓掌致敬 伊斯特伍德表示 他说 感谢上天给我的导演人生 我还没停下呢 以后再见 另一位资深导演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宣布 他说 从2016年开始 导演工会将颁奖给 第一次指导故事片的优秀导演 无力正在崛起的新秀 老导演备受尊容外 导演工会将开始奖励后期之秀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父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